啊 妈妈 谁把我们妈妈都是这样的 白雪大宝别担心 我们一定可以找到凶手的 还是扫描房间里可依物品 找到了 黑雪的高跟鞋 帽子 还有一张电话号码 这双鞋子好眼熟啊 啊 我想起来了 是我们老师的 这个帽子我知道是乌婆婆的 那我们就先去找老师和乌婆婆问问 嗯 白雪熊妹大宝 你们来找老师是有什么事吗 老师 你今天是不是去我家了 是啊 那你去白雪家的时候都发生了什么事 让我想想啊 王鹤 白雪这次又是一百分 不过大宝还是不及格 上课老师打瞌睡 是不是晚上睡得太晚了 以后我一定会好好看着大宝睡觉的 王鹤 我有点事 先让你帮忙 我去你家家房的 然后乌婆婆来了后我就离开了 老师 我上课打瞌睡是你讲的太无聊了 你怎么这个也跟我妈妈讲啊 大宝 别打岔 既然老师走的时候你们的妈妈会好好的 那我们就得再去问一下乌婆婆 乌婆婆 乌婆婆 我们都家了半天了 乌婆婆还不出来 这个时候乌婆婆应该在家的啊 乌婆婆不会是逃跑了吧 为什么要逃跑 乌婆婆 我们想问你个事 你今天去白雪家干嘛了呀 我 我去找王鹤帮忙了 帮什么忙 乌婆婆 你那么厉害怎么会找我妈妈帮忙呢 我 我是想让你妈妈给我打扮一下 王鹤 你能把我打扮得漂亮一点吗 我要见一个重要的人 没问题 让我先来给你挑一件裙子 嗯 这件不错 乌婆婆 你试试 真是好看呐 就是跟你的帽子不搭 再换一个帽子吧 这个配你的衣服刚刚好 哇 真是太好看了 谢谢你王鹤 可能 老师和乌婆婆跟我妈妈晕倒都没有关系 那现在只剩下那个电话号码了 我们现在就打电话过去问问 喂 您好 这里是汉堡炸鸡店 请问你需要什么 我需要一封汉堡送到王后家 又是王后家 没问题 二十分钟后到 关系大宝 走吧 我们去你家等着他 王鹤 你点的汉堡到了 王鹤 王鹤 这是怎么了 天安魔王 你不知道我妈妈为什么变成这样吗 我当然不知道了 下午我给王后送完汉堡走的时候 王后还说我家汉堡好吃呢 好香啊 啊 你们叫什么呢 白血大宝 是你们点的汉堡吗 妈妈 你没事啊 傻孩子 妈妈在家能有什么事啊 我就是下午吃太饱了 睡着了 哎呦 王鹤没想到 居然是王后吃太饱睡着了 好了 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喜欢我们的视频 就点赞关注一下吧